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同学们一定演唱得非常好 同学们还记得龙东腔这首歌曲里中 反复出现的渔记歌词龙东腔是什么意思吗 老师 龙东腔是表现人们敲锣打鼓时发出的声响 你说得非常好 那么龙东腔代表的是哪三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呢 我记得是锣鼓插 你说对了 伴随着歌曲的学习 我们在上节课初步认识了锣 鼓 铲这三种乐器的外形 记住了它的音色 模仿过了它的敲击动作 下面老师要来考一考大家了 看一看你能否准确地区分出这三种乐器 请同学们来仔细听 通过同学的描述 请你迅速说出他描述的是哪一种乐器 老师也会在第一时间将正确答案出现在屏幕上 第一种乐器 杜大腰圆腹中空 说起话来咚咚咚 这是乐器 鼓 行影不离 哥俩好 碰在一起 嗆嗆响 这是乐器 茶 身体圆圆赛铜盘 小锤敲起声声传 这是乐器 锣 同学们 你们都答对了吗 如果你都答对了 我们再接再厉 请你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段音响 每段音响会播放两遍 第一遍在听的时候 请你仔细来听乐器的敲击声 第二遍 请你跟随着音响 一起来模仿一下乐器的敲击动作吧 预 背 开始 老师会跟随你 一起来做出动作 请你来看一看 你的判断是否正确呢 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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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二段 预 预 开始 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三种乐器 预备开始 预备开始 屏幕前的你是不是模仿的又快又准确呢? 通过刚才的小测试 同学们是不是对锣、鼓、茶这三个乐器了解得更加清晰了呢? 你们知道吗? 锣、鼓、茶这三个乐器都是我国的民族打击乐器 关于它们还有许多小知识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小乐器的自我介绍吧 首先是鼓 大家好,我是东东祥的鼓 我的身体是木质的圆筒形 鼓面是用牛皮蒙的 我有两支鼓锤 演奏的时候 演奏者左右手各拿一支鼓锤敲击鼓面 发出声响 而且啊 敲击我的鼓心、鼓边 还可以发出不同的音高、音色呢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鼓的表演吧 怎么样?同学们 刚才这段表演是不是非常精彩呢? 我们也来试一试 用桌面当做鼓面 用双手、食指当做鼓锤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刚才的演奏视频吧 一起再来体验一下 接下来 到了谁来出场了呢? 我叫茶 我是两片铜质的 中间突出的圆形打击乐器 突出的部分中间有一个圆孔 可以穿上布条或线绳 演奏时 演奏者需要左右手各吃一片相互撞击 我的音色清脆、明亮 经常用于契乐合奏和戏曲的伴奏 在轻快的乐曲中 我经常与小鼓配合演奏 表现热烈、欢快的气氛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茶的表演吧 看一看你能否发现 它不同的表现方式呢 感谢热烈、欢快的气氛 怎么样 茶的演奏是不是很精彩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最后一个出场的乐器 罗的自我介绍吧 我的名字叫做罗 是圆形的 由铜制成 我有大小不同的兄弟姐妹 演奏时根据需要 可以敲击螺心或螺边 由于螺的种类不同 有的用螺锤敲击 有的用木片激奏 你可以在戏曲伴奏或契乐合奏中找到我的身影 感谢小乐器们的自我介绍 通过他们的自我介绍 同学们对螺、鼓、茶这三个乐器 是否了解更多了一些呢? 也许你的身边没有这三样乐器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模仿它的声音 模仿它的演奏动作 一起来感受他们所演奏出的欢乐气氛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继续来体验吧 看屏幕上出示的三种节奏 你是否都熟悉呢? 你能不能通过螺、鼓、茶这三种乐器 发出的长短不同的声音进行连接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连一连试一试 你有答案了吗? 快来看一看你和老师的连接一样吗? 或许你的手边没有这三种乐器 但没有关系 请你跟着老师边做动作边来读一读 首先是鼓 预备开始 同学们模仿的特别好 我们再来读一读查 最后我们再来读一读模仿螺的声音 预备开始 预备开始 同学们读得特别好 如果上面的练习你都完成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型打击乐队了 你们看,这是罗、鼓、茶三个乐器共同合奏的乐谱 这代表三个乐器要进行合作演出了 在每一行的开头都标记了 这一行是由哪个乐器来进行演奏的 首先第一行是茶 老师先来做一个示范 第二行的罗和第三行的鼓 请同学们试着自己来做一做吧 首先我们来敲起罗 最后我们再试一试敲起鼓 三种乐器都合奏在一起 是怎样的效果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预备开始 怎么样?是不是马上就有了过年的氛围呢? 让我们一起加入着快乐的队伍吧 预备开始 同学们可以选择其中一样乐器来模仿它的演奏动作 并来读一读它发出的声音 预备开始 请同学们换成另外一种乐器再来试一试吧 预备开始 同学们读得特别好 同学们的小乐队也组合得越来越成功了 请同学们用刚才我们练习过的锣、鼓、茶这三种乐器的合奏 配合我们之前学过的歌曲《龙东腔》 再来一起演奏一遍吧 感受一下锣、鼓、茶为我们的音乐鸿托的欢乐氛围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我们更加了解了锣、鼓、茶这三种乐器 它们都是我国的民族打击乐器 在今后的学习中 我们会接触和认识到更多的民族乐器 这些民族乐器 它们丰富多彩的声音 代表和传承了我们民族的声音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音乐课就到这里了